文天祥的《正气歌》里 有这样几句 石穷节乃县 一一垂丹青 再奇太史简 再近董胡比 这首诗提到了两位可敬的史官 其中一位是奇太史 古代史官的地位相当独立 他们的职责是真实记录历史事件 但是如果遇上了意图掩盖恶行的君王或权臣 史官依然要义不容辞 要写下历史真相 那么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春秋时 齐庄公与大臣崔柱之妻唐江有染 崔柱得知妻子和齐庄公的事后 便设计杀了齐庄公 之后立了处旧为君 这就是齐警公 崔柱担任齐警公的右相 齐国国政啊都落在了全臣手中 崔柱虽飞扬跋扈 专断朝政 但难免惧怕弑君之罪 被史官记录于史册 落个千古骂 齐太史不畏崔柱的权势和威逼 拿起竹井 执笔徽旧 崔柱只将赫然几个字 崔柱弑齐君 顿时火冒三丈 杀了齐太史 按当时的惯例 史官是世袭 太史被杀后 他的二弟就成了史官 他也不怕威逼 从容提笔 仍书写崔柱是齐君 崔柱顿时怒不可遏 又杀了二弟 最后轮到了三弟 面对手握生杀大权的崔相国 三弟丝毫不畏惧 还是那几个字 崔柱是齐君 被三位齐太史的凛然正气所畏赦 崔柱终于没脾气了 无奈地重重叹了口气 史官真是斩不尽杀不绝呀 就由你们去写吧 弑君之恶名 看来是悲定了 齐国的太史兄弟 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 丙笔之书 是因为他们对历史 对自己的工作 有敬畏之心 所以才不惜用生命 去捍卫历史的真相和史书的尊严 也正是他们坚持真理 坚守职责和良智 史书才有了真实的价值和温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